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让唐三第一次遭遇到了职业的低谷 比赛结束之后 唐三一直在怀疑人生 认为自己的蓝银草就是个废物魂 没有任何作用 一遇到等级高的魂师 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后面是因为和赌国伯叹去 才知道了蓝银草也是有贵贱之分的 至少他母亲的蓝银草是极品 就算是和浩天锤相比 也不落下风 赌国伯直言 拥有双生五魂的人 父母的身份一般都不简单 若是父亲的武魂强大 母亲的武魂弱 那么是实现不了双生五魂优势的 只有两人的实力相当 下一代才会有双生五魂的优势 浩天锤是窦罗大陆的第一期武魂 是浩天宗的典范 总经唐浩就一锤中上当年的武魂的教皇 尤其可见 老银草五魂与浩天锤五魂是实力相当的 只不过唐三还是没有掌握到绝技罢了 唐三在于独物博交谈的过程中 进现了一重大发现 自己可以重新修炼蓝银草五魂 就比如蓝银草中再增加毒素 实现蓝银草五魂的进化 经过唐三这么一改动 估计最后蓝银草变成毒银草 蓝银草五魂变成毒银草五魂 这样不仅仅有防御的效果 还可以有攻击的能力 实力也会大大的提升 要知道蓝银草五魂的实力本身就还可以 若是加上毒素 就算是五魂变的人都难以招架 最后的冠军也会归史莱克所有 大家觉得最后究竟是五魂变战队夺得冠军 还是史莱克战队夺得比赛的冠军呢 今天的视频就大次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